大导演卢贝松的电影《路西来台湾取景》 那么造成了轰动 同时也向全世界介绍了台湾的很多的景点 事实上呢 在四年前 全球缔造了十亿美金票房的玩具总动员第三集 更早就想到以台湾为场景了 最近有一份原始图稿曝光了 可以看到台湾街头熟悉的什么排骨汤啊 五金行啊 超商的招牌 当然也少不了101 最后虽然没有采用这个台湾大冒险的剧情 但是很多人都期待 下一回玩具总动员的主角 也能够来台湾走一趟 玩具的大冒险 小朋友都很爱的动画电影 最近有国际媒体曝光原始图稿 原来第三集最初的构想 场景就设定台湾 台湾有名的就是小吃美食 像街头说说可见的排骨汤 就差点进到了美国卡通里头 原始图稿曝光其中一张牛仔警长胡迪 率领伙伴在一间排骨汤店门口 伺机而动 一旁还有五金行超商小儿科的招牌 这张从天而降就是在101大楼旁边 还有不少工厂剧照 也都出现中文字样 而这些原本有机会出现在大荧幕上 再度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第三集原本的剧情是玩具们发动拯救任务 解救运到台湾送修的巴斯光年 不过最后没有采用台湾大冒险的剧本 而是围绕在安地离家上大学 玩具们何去何从的故事主轴 如果有拍进去的话 更会想去看吗 玩具总动员3 2010年全球票房记录 逼到10亿6300万美金 仅次于冰雪奇缘 现在原始脱口一曝光 民众期待下回玩具总动员的主角 也能来台湾玩一回 这里要和阿布斯台北 这么报道